风儿,你还认得我吗? 被称为强者标配的盐莹,虽然不是一位好的妻子,但一定是一位好的母亲。 为了保住聂峰的性命,她不惜跪在决心的面前。 如今为了营救聂峰,更是不顾危险潜入决心的房间。 奈何盐莹只是一名弱智女流,根本无法解开聂峰身上的铁链,反而让一群鬼刹罗发现了行踪。 鬼刹罗正要杀了聂峰,决心及时赶回杀人灭口,将一众鬼刹罗送去了西天。 同时盐莹四字行动也激怒了决心,决心再次威胁起了盐莹。 眼见聂峰性命不保,盐莹连忙向决心求情,表示愿意听从决心的安排。 决心要的就是这个结果,顺理成章饶过了聂峰。 盐莹平复心情刚回到房间,就遇见了老情人破军。 破军迫不及待地抱住盐莹,述说着对盐莹的思念,要带盐离开无神绝功。 盐莹不出所料拒绝了破军,他担心绝无神得知此事,一定会大发雷霆杀了破军。 再则就是为了聂峰,他不能放任聂峰不管。 聂峰也在无神绝功? 他被决心求在房里的密室。 如果我走了,他必死无疑啊。 什么人? 两人的谈话被绝天听到,绝天离开时被破军发现,破军出手打了绝天一掌。 绝天怒斥破军勾引有夫之妇,并且认为聂峰是一个杂种,没有资格当他的大哥。 他要将此事告诉给绝无神,破军闻言欲要留下绝天,绝天往后躲闪扔出两颗雷火弹,成功逃离了破军的追捕。 破军担心事情败露,绝无神会伤害盐莹,当即做出了决定。 盐莹,危机之计,这是趁着小子暴风之前,先救聂峰,然后送离此地。 离开此地。 你先走,我去救聂峰。 话分两头,绝天来到了绝无神的闭关之所,想要将真相告诉给绝无神,却遭到鬼刹罗的阻碍。 绝无神故意躲起来闭关,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,自然不会理睬绝天。 绝天见不到绝无神,自作主张要去杀了聂峰,在去往决心房间的路上,刚好碰见了救出聂峰的破军。 你今天休想活着带聂峰出去,你不能杀他,他真的是你大哥,呸。 我继承我爹的优良传统,这种来历不明的杂种,怎么配做我大哥,杀。 绝天不承认和聂峰的关系,下令鬼刹罗围攻起了破军,而他自己则是来到聂峰的面前,准备一刀杀了这个同母异父的大哥。 决心这个老六从背后偷袭,一刀杀死了早就看不顺眼的绝天。 破军也在这时大显神威,解决了一众鬼刹罗,决心毫不畏惧走向破军,利用盐营之士大作文章,成功与破军达成了合作。 你立即收拾地上所有尸体,一切装作若无其事,回去告诉盐营,绝天是聂峰魔性发作时所杀,等事成之后,我一定放你们远走高飞。 盐营得知是聂峰杀死了绝天,伤心欲绝却并不责怪聂峰,他知道聂峰也是身不由己。 决心将绝天安葬后,利用聂峰威胁盐营,要盐营执行他们之间的约定。 盐营按照绝心的安排,来到了绝无神的闭关之所。 在绝无神爱喝的茶中,下了无色无味的三日断肠。 绝无神十分信任盐营,根本没有察觉出不妥。 盐营好奇绝无神伤势已经痊愈,为什么还要继续闭关,不去主持无神绝功的大局? 我感到有一股宫外的势力正在协助他们。 我相信这些人已经潜入宫中,我索性闭关给他们机会。 只要他们一现身,我只有绝对的把握,将他们连根铲除。 绝无神察觉有股势力在帮助吴明等人,所以故意闭关请君入望。 突然整个无神绝功震动了起来,绝无神等的就是这一刻。 打响暗号叫来了一个鬼刹罗,下令按照他的计划进行。 而来犯之人正是武林神话吴明,吴明要与绝无神功平一战。 我的手下败将,你终于现身了。 上次离我一战,我拜你不甘心。 今天我要好好再跟你大战一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